大家好,我是宇哥 今天介绍一部有关同志之间的故事 话说小高是个离开大陆到美国定居发展的gay 当然他的兴趣向父母并不知道 小高年纪不小了 老妈见天通过记录音带的方式逼着相亲 小高和美国人Simon是一对 这天正计划着9月请Simon一起去巴黎度假 以此作为送给Simon的生日礼物 小高就全部家当投资到了一座破旧的大楼上 即希望于规划局批准他改建这座大楼就发财了 这天他过来收房租 威威始终上海非法移民到美国的女艺术家 因为挣不到钱只能租下小高这间又热噪音又大的房子 他一直喜欢英俊帅气的小高 心肠软的小高虽然不懂艺术 但还是同意了用一幅画通理房都 走前威威还给他来了个热情的绯闻 小高妈妈记了一份交友俱乐部的表格 强迫小高填得偶标准 小高故意将标准填得特别高 要求对方双博士学位还要会五国语言才行 没想到高妈还真物色到了合适的人选 还自费将这个叫毛毛的女孩送到美国 让他俩见面相亲 这下小高可有点骑虎难下了 毛毛和小高说高把之前因为心脏病住院了 小高一听有点着急 原来威威竟然是这里的waiter 还以为小高并不是同性脸之前在骗他 不分青红皂白的发了一通镖后走人了 原来毛毛也是被父母强迫相亲的 他也有一个美国男友不敢让家人知道 他是学歌剧的 最后还为小高一盏歌喉唱起了女高音 这天小两口给威威买了台冷风机送来 威威却说已经支持不下去了 想回大陆 这时三文提议让小高和威威来一场假结婚 这点不但能送给威威一个美国户口 还能拍些照片寄给高把高妈 让他们不再为小高的婚姻大事掏心 在三文的软膜硬泡下 小高终于从了 于是威威从猪窝里搬到了舒适的大house 可这时小高却接到了一个噩耗 高把高妈君要来美国 见一见未来的准儿媳妇 小高死劲不让来的没成功 仨人知道后都紧张起来了 把他什么光静的 两老爷们预示暴局大战的照片 统统换成了正经的照片 如今大敌严震一带 二老风尘仆仆千里悄悄的赶到了 急切的想见准儿媳妇 威威穿着一袭红装 懂事的打着招呼 两个老人挺满意 进屋后小高介绍 这三文是我的房东 三文赶紧过来打招呼 俩老爷们也没多待意 其实威威根本不会做饭 那三文处以精湛 要不是三文在一旁 偷偷帮忙 在高妈面前差点就露馅了 但威威因为是艺术生 和高爸了解毛笔书法来 那可是头头是道 自自助击 甚至老爷子的欢心 高妈别提有多爱的准儿媳妇了 所以威威是给了红包又送礼 借着旗袍全送你 次次都是大手笔啊 威威这会儿多希望 自己是个真儿媳妇啊 三文宣说请他送给高爸礼物 一台血压器 在中国初次见面 送这类礼物 算是一种忌讳吧 高爸脸色有点难看 这天高爸在躺椅上睡着了 小高心里应该有几分 希望老爹就这样过世吧 战战兢兢的伸出手去探鼻息 可父亲还活着 这天中午吃饭时 小高宣布下午直接和威威 去公正处举行公正仪式 领结婚证 不办婚礼了 那高爸以前是部队退下的老市长 很好面子 当时就不乐意了 这连饭都不吃 帅板直接走人了 于是经过一段 简短的宣誓仪式后 假结婚一事顺利完成 结婚证也扯了 三文说给几个人合影留个念 单看高爸这表情 怎么看都感觉像丧事 不像喜事呢 高妈也感觉很对不起威威 三文决定请全家去餐厅吃饭庆祝 赶巧餐厅的老板 竟然是高爸以前的手下 要求重新给小高 办个倍儿有面子的婚礼 高爸一听立马笑诸颜开 小高拗不过只好准备婚礼 婚前高爸给小两口熏话 威威心情十分复杂 一想到穿着这么美的婚纱 居然是假结婚 泪水就止不住的往上游 差点把妆都给哭花了 他多希望这场婚礼 真的是给自己办的呀 在一个凉晨即日 一亮亮豪华的婚车 熊舅舅强的开刀 婚礼室正式开始了 亲朋好友们齐聚一堂 办的是排场十足 气氛十足 摆了好几十桌 在中国的婚礼上 有个节目是必不可少的 那就是可劲的调戏新郎新娘 脸还不能发火 亲完猪蹄后的节目 是盲人亲信 不对是盲新娘认新郎 居然这个孩子认成了新郎 引得全场哄堂大笑 导演连出现了 给美国人解释了 为啥传统的中国人 这时放得这么开 这是五千年性压抑的结果呀 对了 这还有个关键的环节 闹洞房呢 这可是中华民都 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 万万丢不得呀 好友人俩人在被窝里 把所有衣服都扔出来 这实在是有点污啊 玩的是不是有点大了 众人走后 在巍巍的巧头下 一不小心擦枪走火 俩人居然造人成功了 威威怀孕的事 大家都知道了 塞文知道俩老人听不懂 就气愤的用英语和小高发飙 高妈还以为是小高 没给塞文教房都呢 高爸赶紧教育他 吃不言睡不愿 高爸被这事 起得心当病住院了 小高终于忍不住和高妈说了 其实自己和塞文是一对同性恋 高妈怕高爸知道后 生气急得直哭 高爸总算出院了 吃饭时还不忘 给怀孕的威威加菜 威威知道瞒不住了 就把高妈送给他的 所有东西都还给他 高妈又把东西退回给威威 说不用他还 自己想抱孙子 威威说这个臣妾真的办不到啊 臣妾我也有自己的前途啊 这天小高和威威约好 去医院打台 谎称去买东西 刚要出门就让聪明的高妈识破了 赶紧上楼换衣服 让他俩等着 可上楼一看 他俩已经走了 当时探到了地上 这天高爸和塞文独处时 掏出一个红包 递给塞文就英语 祝他生日快乐 原来高爸其实听得懂英语 塞文大闹那次 就知道了他俩是同性恋 但他故意装成不知道 就想让他们顾虑到自己的病情 而不敢去打台 从而抱上孙子 威威在路上 却突然下定决心说不打台了 只需小高帮他租一间房子 并付房租就可以了 小高听后自然也很开心 连来叫塞文征求意见 塞文听后也很高兴 就愿意当孩子的另一个爸爸 本来塞文都想和小高分手了 想二老离开后自己也走 小高和威威成功 又照顾孩子当理由 以另外一种方式挽留住了塞文 三人紧紧的抱在了一起 两个老人回国的前一刻 一家人再次翻看结婚那天的照片 虽然心里都知道是假婚礼 但仍然由衷的笑了出来 高爸和高妈要回去了 走之前诚心的感谢威威所付出的一切 虽然儿子没能和他结成连理 在心里已经把他当成自己的女儿了 高爸也发自肺腑的感谢塞文 这段时间以来做出的牺牲 和一直以来对小高的照顾 三人再次抱在一起 目送二老离开 高爸边走边安慰高妈 高爸最后在过安检时 以一个投降的姿势 表示自己在事实面前 终于还是妥协了